这个男人铁钉是祖坟炸了 他的理想型度光从怪物的手中救下自己 还好巧不巧地搬到了他的隔壁 不光给他送蛋糕吃 还邀请他到家里切磋厨艺 然而男人根本不知道 黑猫之所以这么做 光乎到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是一个怪物横行的世界 普通人类饱受摧残却无力反抗 只能依靠身具异能的哨兵和向导与怪物厮杀 而主人公浩宇 是一个既没有异能 也没有被评定为向导的普通人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 他或许永远不会跟黑猫有交集 请让我将您送到避难所吧 黑猫从寒冰中走来 扶下身子去拉浩宇 然而就在他们手指接触那一刻 浩宇却感觉到了振振不适 随后意识模糊昏了过去 然而浩宇出院之后 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异常 只是对救他那个男人 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兴趣 他到底是谁呢 浩宇顺手拿起电脑 登上了超能者管理网站 然而让他惊讶的是 就他那个人 竟是大名鼎鼎的S级能力者吴律 吴律 H国第一个S级能力者 九岁分化水系异能 不到二十岁就获得了最强的称号 其他能力与过往未知 看着黑猫的资料 浩宇有些羡慕又有些无语 像我这种普通人 应该没有资格再与他相见了吧 然而就在他未痛失理想型 黯然神伤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 男人只是被碰了一下手指 这有了我吐发 昏昏沉沉倒在了理想心怀里 奇怪的是等他醒来后 却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异常 只是心里会不停地浮现 那个人的身影 他是个S级能力者 而我只是个普通人 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了吧 然而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他朝思暮想的吴律 第二天就搬到了他隔壁 您好 我是新搬来的邻居 这个搬家礼物还请您收下 吴律礼貌地敲开了房门 将一块蛋糕地给浩宇 这是我刚做的 所以还请您趁热吃吧 昊宇连忙去接 可温热的蛋糕刚到手 就立刻附上了一层寒霜 昊宇的手指也传来了一股酥麻的感觉 难道这是吴律开的小玩笑吗 昊宇知道吴律身怀水系一毛 万类冻结也正是他的招式 还真是什么时候都不忘显摆自己呢 昊宇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感谢您的礼物 我一定会全部吃光的 送走吴律的昊宇 为两人的重逢感到高兴 殊不知吴律回家后就收敛起了笑容 为什么我的能力会突然失控呢 回想起与昊宇初次接触时的场景 吴律陷入了沉思 看来我应该多跟他接触一下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吴律精心策划了一场电梯偶遇 男人从小到大一直在做同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有只怪手随他一起长大 还陪着他前行 终于在他18岁那一年 他看到了这只手的主人 那人正是救他一命 还与他成为邻居的S级能力者吴律 在收到吴律的搬家蛋糕之后 昊宇一直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他也准备回送吴律一些甜品 他本想松下谢礼就离开 谁想吴律却拦住了他 能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今晚的饭我似乎做多了 昊宇毫无防备地接受了邀请 然而他刚落座 吴律就将手按在了他的脸颊上 昊宇赶到脸上一阵酥麻 可他并未在意 只以为这是吴律的某种 可他并不知道 这一幕已经在吴律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吴律正要开口询问 却被组织的通讯器打断 吴律只好将昊宇留在家里 独自飞走完成任务 次日一早 昊宇发现自家门上挂了一包领悟 包里都是昊宇喜欢吃的东西 昊宇欣喜之余又有些忧心 昨晚的任务 他应该没有受伤吧 于是他在门上留了一张字条 对吴律发出了邀请 然而昊宇并不知道 吴律的情况 比他担心得更加严重 作为拥有强大能力的异能者 每次战斗后 都要由向导对其进行引导 释放多余的精气 否则就会暴体而亡 然而随着吴律能力的增强 已经没有人能够与他完成匹配 等待他的 或许只有一个结局 男人每次出完任务 就要和二十个引导者略略略 只因他是个不经引导 就会暴走的能力者 然而就在最近一次任务后 他竟然没有归队 而是神秘消失了 在这个怪物横行的世界 不受约束的能力者危害性 往往比怪物更大 因此能力者管理公司 将吴律的失踪列为紧急事务 派出专制引导者 在他家附近进行调查 而吴律失踪前接触的浩宇 成为了重点审查对象 原来就在几天前 吴律在巡查时 遇到刚下班的浩宇 浩宇与这个新邻居相谈甚欢 可他的同事却在吴律面前瑟瑟发抖 找了个借口就转身溜了 在这之后 吴律突然施展异能 将连绵雨天变成了晴空万里 更是伸手揽住浩宇 带他飞回了家 在这段梦幻经历之后 浩宇也是再也没见到过他 仿佛吴律那幽蓝色的眼睛 悄无声息地融化在了天空里 第二天 浩宇的同事跑来给他道歉 可他同时也告诉浩宇 最好不要和吴律深交 因为服务能力者的引导者并不固定 而能力者接受引导的具体方式 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让浩宇有些无奈 因为他无法确定 自己对吴律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意 就这样 浩宇在家纠结了许久也没想出答案 正在这时 一味不速之客敲响了浩宇的家门 男人只饮一口气弄晕 二十个引导者被专制向导攻击 而把他当成理想型的邻居浩宇 也在被发小劝导 让他不要跟哨兵产生联系 那些能力者的脑子跟我们有些不一样 他们不分男女 只在乎能不能得到引导 如果你这都能容忍 就放心与他交往去了 发小本以为这招以推为竟能够奏效 谁知浩宇并没有在意 可他到目前为止 一直对我顶好呀 发小还要与浩宇争论 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光光的杂门声 两人赶紧去开门 却发现那人想要找的是邻居 队长 你已经失踪一周了 再不出来接受引导 我可就要拉响能力者抱走紧抱 发小见状连忙见缝插针 你看 这就是生活迷乱的异能者 谁知他话音刚落 隔壁家门就轰然敞开 无虑正满脸森寒地看着来人 我什么时候失踪过 难道不愿接受深入引导 就成了你们眼中的异类吗 向导背对得哑口无言 可他仍然反驳道 你不知道自己抱走有多恐怖吗 无虑没有回答 只是抓起向导的手腕 既然这样 那你就尝试对我进行引导吧 向导顿时感到一阵 无法承受的威压血来 身体也因为战力不停干我 你就是个怪物 这引导者我不干了 向导晃晃悠悠地转身逃离 留下浩宇和发小妹妹相去 然而无虑看到浩宇 时立刻换上一张笑脸 抱歉 这么久没见 让你担心了 浩宇见状也是连忙上前嘘寒问你 然而就在此时 无虑突然眯起了眼睛 那个人 需要我帮你处理掉吗 男人只是亲民一口 别人递来的啤酒 就昏昏沉沉不省人事 而他的发小却为了守护他 不惜与能力者对峙 你这个怪人 如果是抱着王万的心态接近浩宇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发小的威胁 让无虑本能地散开领域 语气里也是一片森寒 你还能活到现在 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 而仅仅是因为你是浩宇的朋友 然而发小并没有退缩 反而是攥着拳头狠狠盯着无虑 这让无虑突然恍然大悟 仔细想想 不正常的那个人 应该是你才对吧 第二天 浩宇昏沉沉地从梦中醒来 却并没有发现两人的踪迹 而原本杂乱的家 也被收拾得焕然一新 浩宇知道那不可能是发小做的 于是对无虑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他正想着怎么跟无虑道歇 却突然收到了发小的电话 浩宇 你听我说 那个无虑并不是坏人 所以可以相处看看 发小说完就匆匆挂断电话 让浩宇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不知道昨天还针锋相对的两人 为何一晚之后就能和睦相处 不过这样倒是挺不错的 没心没肺的浩宇 决定先不想这些事情 还是等下班回去 再向他们问个清楚吧 浩宇正这样想着 却突然感觉到身后有股奇怪的气息 他猛然回头 一个周身散发出红色蒸汽的男人 正一脸玩味地盯着他 这个小伙天生就是雄性收割机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异能者 都会被他所吸引 更为离谱的是 只要他走在路上 就会不停有怪物出现 直到最强能力者无虑的出现 这种情况才得以解决 为了研究这个并不是向导的一类 无虑派出手下把浩宇给绑了 十分抱歉 以这样的方式把你带了过来 不过托宁的福 我的病理已经都好了 浩宇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可在无虑身后的红毛却是满脸震惊 因为无虑上次发病时 直接弄晕了二十个引导者 从此以后 你就住在这里吧 这是为你准备的呼叫器 不过除了能找到我 不具备其他功能 当然 作为能力者的总部 文禁卡不会给你提供 所以你出行时只能和我一起 浩宇还在为自己为何被掳到这里一脸猛逼 可他知道无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意 然而就在他鞠躬道谢 准备送别无虑的时候 却见无虑将自己的外套扔到沙发上 无虑 你这是要做什么 浩宇有些惊慌失措 不知道是不是该拒绝这个救命恩人 见浩宇这般反应 无虑感到有些委屈 如果不这样 怎么来确定你的能力呢 之后 一晚你们不爱看的八百次剧情略过 浩宇拖着疲惫的身体起床 却正好碰上了无虑曾经的引导者 引导者对浩宇的到来似乎并不惊讶 只是一脸玩味的高度 其实这里也并不安稳 一旦遇到紫色瞳孔的能力者 还请想尽办法逃跑吧